健康越來越注重 我們希望能夠提高我們的生活質量 在技術上能夠延延預設 那麼這個很多的理論都是現在有各種各樣的 但是我們現在很糟糕地發現 現在現代的那些理論有很多的瑕疵 那麼我們的科學也在進步 我們有幸請到了四位從英美來的醫學方面的專家 來跟我們轉一下新的一些發展 特別是腫瘤代謝 腫瘤代謝裡面這個事情開始發展的時候 是在大概九十年前 上世紀二十年代有瓦伯的博士發現 那麼為此呢 1931年瓦伯克博士獲得諾貝爾醫學獎的獲得 但是呢 很多的基礎理論的宣法 就不時地影響了這個理論的推進 一直到上世紀末的時候呢 那麼我們在由美國波士頓學院的 唐麥希基爾教授為領軍人物的基礎 把這個理論的完善 然後完整地應用到了很多的具體的臨床實現 使得了不過分的成績 那麼今天我們有幸的也請到了 這個領軍人物的安西比爾教授呢 來跟我們四位 他是一個做研究的一個教授 那麼另外三位呢 是由我們具體參與臨床實現的一個醫生呢 來跟我分享他們的經驗 首先我們有請這個 那個張凱出場呢 也做一個簡單的開幕詞 那麼首先讓我們來歡迎他們四位呢 參加到來 那麼我們四位起立一下好不好 大家認識一下 一個是他們CPA的 我們組長歡迎 然後那個 Dr. Yu在最右邊的 Dr. Chang還有一個 我們從英國倫敦過來的 Dr. Mazibuku 他就是也從倫敦過來分享我們 謝謝 謝謝 那個現在請張凱出場 做我們代表魏紀委 做一個簡短的一個開幕詞 曾經的各位專家同道 各位來賓 各位朋友 大家下午好 這個今天很高興啊 被邀請參加 有我們上海健康科技醫療衛生創新聯盟 以及我們上海醫學會醫師協會 健康科技協會主辦的 這個我們抗衰老 醫學與腫瘤代謝療法的 這個應該說是一個講談 這個高峰論壇 介紹我們當代科技的一些新的進展 大家都知道 人口與科技呢 是高科技 人口與健康是生命科技 人口與健康呢 也是經濟 大健康大產業 大衛生 這個怎麼樣反骨於老百姓的健康福祉 那人口與健康呢 也是最大的國際民生 所以這個整個抗衰老功能醫學 以及腫瘤的防治 是從現代醫學必然發展的 一種很好的發展跟延伸 我們怎麼樣從人體的整體的平衡 這個著想入手 put prevention first 預防為主 prevention is better than cure 防治結核 所以呢 使得我們從更自然的手段 來防治疾病 來提高quality of life 就是現在我們上海的期望壽命 男女平均 城市居民加常住人口 這個郊區農村 合在一起已經83.3歲 在座的各位女同胞 活不到85 86 絕對是為了別人做貢獻 但是呢 怎麼樣提高老百姓的健康福祉 怎麼樣生的優 怎麼樣活的長 怎麼樣老的快 怎麼樣老的慢 怎麼樣死的快 這個就是quality of life 所以我們大概不遠的將來 我們要把健康期望壽命 作為我們的很好的發展的工作目標 所以這個上海的期望壽命 可能高出中國人平均期望壽命的 8到10歲還超過 所以呢我們有很大的不平衡 不滿足不充分 這樣的矛盾存在 那今天呢我們展現的是抗衰老醫學 與腫瘤代謝療法的很多新的理念 新的方法 創新與轉化 整合與協同 做怎麼樣從大量的基礎研究到臨床的應用 特別也體現了產學研用 產學研醫之一體化 所以怎麼樣能夠 這個用新的方法 新的理念 新的路径 怎麼樣反骨於老百姓的健康福祉 特別是在抗衰老醫學 與腫瘤代謝療法方面 怎麼樣能夠持續的改善 怎麼樣能夠 這個很好的向前的發展 這個我們國人有兩個百年夢想 這個北京替我們實現了奧運夢想 我們開了成功難忘競材的四伯會 所以我現在在村裡辦公 要轉留四伯後效益 十一個偉伴局 在四伯村路三百號 那四伯會呢 有一句名言 叫Bet City Bet Life 城市使我們的生活更美好嗎 也不進來 城市使我們的生活更糟糕了 如果我們防病治病的能力不提升 這個Everything is nothing 所以應該是Better Medicine Better Life 健康是一 其他都是零 沒有前面的一做支撐 那後面的零再多都是徒勞無功的 所以張老師的名人名言 健康是資源 健康是財富 健康是最大的GDP 健康 只有當你失去的時候才彌足珍貴 我最需要關愛的時候 你在哪兒 健康還應該是我們人類的終極目標 所以要把健康融入萬策之策 健康中國已經上升到國家戰略 我們負有共同的責任 所以在最後 我想說 這個 symposium會成功 我相信 你會有一個美麗的未來 享受你的社會 和享受你的幸福 在香港 所以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非常謝謝張凱處長的精彩的支持 我剛才忘記我介紹我本人 我姓王王志聯 我代表今天我代表聯盟做一個 這樣一個主持 那麼同時也感謝我們的上海奧醫 復旦的一大的奧醫做一個贊助商 還有那個協拜單位交大教育機場的高精子總裁班 來參與我們這次活動 謝謝大家 那麼我們現在就開始介紹第一個演講者 就是Dr. Sifiat 那麼我想Dr. Sifiat 他是在這個方面 是我們國際上的一個領軍人才 他整個建立了整個的這個 建立的理論的基礎 那麼他今天 他一定會給我們帶來非常 全顯易懂 非常生動的一個講座 謝謝大家